冯小刚沉默妻子徐帆网上求神算命,网友枪声别出来物心佛祖。 从崔永元开始从5月11号第一次炮轰冯小刚,到今天一共27天了,冯小刚始终是拒绝回应崔永元的爆料,也不道歉,就是一个人,忍。 虽然有记者向冯小刚方面进行求证,但是都吃了闭门羹,冯小刚采取的策略就是拖延,打持久战,继续和你炮下去。 因此,崔永元还玩笑说,自己炮的体力都快没了。 虽然冯小刚没有说话,可是他的妻子徐帆在网上发言了,没有回应丑闻,却在网上求神算命。 17个小时之前,徐帆点赞了一条微博。 原话是,人总有压抑迷茫的时候,感情也有不顺心的时候,身体也有病痛的时候,算命可以帮你了解你的命运,可以改变你的现状,增加你的运气。 看来,徐帆在默默关注崔永元的事情,只是没回应而已,精力都放在算命上了。 徐帆还公开询问一个大师说,师父怎么才算是做好自己呢? 结果评论区都是在批评他的声音,网友怒斥说,天天转这些神阿佛的,是问你们家有信仰吗? 听说你默许冯小刚搞女明星。 少做点缺的事儿,要不神也就不了你。 整天神神叨叨的,别出来误亲人了,作恶多端的人,还想逃过神仙的法眼。 别来误亲佛祖了,人在座,天在看,报应的时候来了,可悲的两口子。 6月6号凌晨时,徐帆还特意强调说,五爷有求必应,我求的愿望已经实现,感谢五爷保佑,我来还愿。 不知道徐帆许愿内容是什么?结婚多年没生孩子,是不是有喜事了? 不过,还是再次被网民集体讽刺,求神不如求喜,这都不明白,善恶有报,迟早要还的,作为女人的你太悲哀了,你家小钢炮要完蛋了,起步白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